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坤 大家進健身房一定看過許多人做的重量很重 但是他可能只做個兩三下甚至只做一下 那麼他們這樣訓練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有很多文章都教我們動作要做8到12下嗎 今天會來和大家解釋為什麼要訓練大重量 什麼人可以訓練大重量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理清一下什麼是大重量 重量的輕重與否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 以深蹲來說好了 深蹲100公斤對小民來說可能很重 他只能蹲個兩下 但對阿華來說他可以很輕鬆蹲個20下 所以是否是大重量要看個人的能力來決定 一般的界定是你能做1到6下的重量 我們稱之為大重量 也就是我們之前影片提到的力量訓練的區間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大重量的訓練 大重量的訓練除了可以訓練我們的力量 也可以訓練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增招更多的肌肉幫助我們去起更大的重量 另外像是深蹲硬舉這類 有給中軸骨骼壓力的動作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骨質密度 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想 我只是想要體態變好 那我應該不需要做太重吧 不你也需要 想想看喔 如果你原本臥腿可以做50公斤8下 55公斤你可以做3下 那經過一段時間的力量訓練後 你可以用70公斤做3下了 那你回去做肌肥大訓練的時候 你可以用60公斤做8下的訓練 你覺得哪一個對肌肥大 體態優化的效果比較好 OK 講了這麼多優點 那大重量是每個人一進健身房 就應該要做的訓練項目嗎 肯定不是 因為大重量的訓練 需要你對這個動作有很好的控制和熟悉度 不可能你才剛學會這個動作 就要你做很重的重量 你要能夠很好掌握這個動作 再做大重量 才是比較安全的 最後給大家一些準備 訓練大重量前的建議 第一個 確實掌握動作 建議大家至少熟悉動作到 你在輕重量的時候 不用做太多思考 就可以完成這個動作 讓身體去記憶住這個動作模式 不要在做的時候 你的動作還會跑來跑去 需要調整 等你整個動作模式非常順暢之後 你在考慮是否要嘗試大重量的訓練 第二點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1RM的訓練 現在建立風氣非常流行 但不是每個人都要做1RM的訓練 要訓練力量 也可以使用自己5RM或者3RM來訓練 因為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做的重量 越接近自己的極限 我們所承受的訓練風險也就越高 特別是如果你有救傷顧疾 不用強求一定要做到1RM的訓練 注意周遭 因為在做大重量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很輕鬆控制自己手上的重量 要注意自己周遭沒有人離你太近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還有硬舉和舉重的時候 也要注意健身房的規範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在做大重量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突破自己的PR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也追蹤我的Instagram 想看什麼影片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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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d 站住